这个冲凳正在迅速崩塌 根本到不了目的地 我们都会被碾碎在这里 当然 你们会死 狗爷我可不会死啊 狗爷慢悠悠地说道 众人闻言 即使面色一沉 此言当真 北派立刻追问道 狗爷我可不像这杀千刀的一样 出尔反尔 说了自然便是真的 狗爷娇哼一声 眼里的神色仿佛在说 快来求我 快来求我呀 可有破解之法 萧嫣问道 狗爷自然有 不过 你得求我 狗爷傲娇道 狗爷话音刚落 这一次 是萧嫣直接戳向了她的眼睛 狗爷发出了淒厉的惨叫声 杀千刀的 你你你 赶紧说出破解之法 就要惹我动怒 萧嫣立刻正次说道 说还是不说 萧嫣双指再度悬在了狗爷跟前 哼 杀千刀的 你不要太过分了 我说 狗爷用最狠的语气认了怂 这本就是破灭星辰眼生的虫洞 即维持虫洞的能量有限 加上大量的方舟涌入其中 崩坛已是必然之事 不过狗爷我 依然能够在这不规则当中 寻找到规则 算了算了 不与你们说这么多 说了你们也不懂 跟着狗爷的指引走 但也只能前行最多三日时间 三日之后 必须离开虫洞 否则 就会彻底被淹没在这虚无当中 狗爷满是不情愿 撇了撇嘴后 还是缓声说出 一缕蓝光出现在了方舟前段 引领着方舟的方向 而跟随吴卫号进入这虫洞的那些失种方舟 可就没这么好运了 已经有大半 湮灭在了这虫洞当中 即便是在狗爷的指引下 随着不断的前进 吴卫号摇晃的也越来越厉害 能够明显地感觉到 周遭传来的压力越来越大 重斥着毁灭性的冲击越来越多 也证实了狗爷所言 三日已是极限 三日之后必须得离开虫洞才行 硝烟也是在这短暂的时间当中 进入了房间里 进入到了紫神虚灵塔当中 硝烟不确定 能不能依靠这虫洞 逃离天人府的追击 所以硝烟还是要进一步地提升自己的战力才行 静止来到了功法层 再寻一卷造化街的斗技 功法层内漫天流光 硝烟缓缓地伸出手臂 一道道流光围绕着硝烟盘旋 片刻之后 才有这一道流光 在硝烟身旁连续盘旋数周之后 最终缓缓地落入了硝烟的手心当中 缓缓地打开卷轴 庞杂的信息便是涌入了硝烟的脑海之中 功法层最为奇特的 就是会根据硝烟所需 提供相应的功法斗技 神炎需破绽 此斩必须在万火神域当中方能施斩 以神火为斩 反斩之后引发神炎爆炸 伴上之后 硝烟才缓缓地睁开眼眸来 只可惜没有时间进入实战门 对神炎需破绽进行进一步的学习和实战 看样子万火神域 而这神炎需破绽应该是出自同一人之手 只是不知出此之外 还有没有相互联系的斗技 硝烟难难道 正前还无法准确地知晓 神炎需破绽的威力 不过既然属于造化界的斗技 其威力问题倒是不用太过担心 回归现实之中 五位号抖动得越来越厉害了 此刻的虫洞 就好像是一条蜿蜒盘旋 十分曲折的隧道 五位号也是十分艰难地在其中穿梭 虫洞要崩塌了 必须马上离开这里 狗眼说道 玄机 他眼中蓝光激荡而出 直接洞穿虚无 在那扭曲的虫洞之上 生生撕开了一道口子 出去 这是唯一的机会 丁月点点头 五位号由他掌舵 下一瞬 便是控制着五位号 从虫洞当中冲了出去 冲出虫洞的一瞬 周遭的一切 立刻缓慢了下来 五位号也从抖动中 缓缓平静 此刻 周围是浩瀚的虚无海 轰荡荡的 和刚才的热闹相比 似乎一切都静止了一半 看着周遭空荡荡的虚无海 似乎好像是摆脱了 天人府的追击 但瀟炎此刻 眉头微皱着 他可不这么认为 能够如此简单的 就能摆脱得了天人府 天罗地网般的追击 毕竟这些看似密密麻麻 追击而来的是种方舟 瀟炎知晓 这些可不是真正能够 抹杀他们的人 等待他们的 必定将是天人府 那传说中的十大灵王 若是十大灵王全部出动 若说是南陵虚无 放眼整个神兮世界 估计这十大灵王 都会发起对瀟炎无尽的追杀 更何况 现在怕是连南陵虚无都走不出去 丁玉立刻查看星辰罗盘 确定他们如今所在的方位 短短数日的时间 从几点冲动穿梭 距离虚破性爆炸之地 还是有了一段不小的距离 距离古神界还有多远 瀟炎问到雷百 至少 需要十年才能抵达 雷百看着星辰罗盘 吴卫号所在的位置 便是说道 十年 我们能撑得住十年吗 瀟炎闻言苦笑道 莫说是十年 若是十大灵王真的已经动身 恐怕不出半年的时间 就能寻到宵夜 吴卫号几乎没有停滞 继续朝着古神界的方位掠去 平息了半月时间 总计再度暴露 市种方舟的数量实在太多 游荡在南陵虚无之中 必然会发现吴卫号 新一轮的追击再度展开 数月之后 吴卫号的后方 再度是密密麻麻的市种方舟 女皇的消息也是又一次传来 和之前一样 找到了积点行星 将其引爆 通过虫洞 暂且躲开追击 但这种躲避几乎是无果的 天人府 没有丝毫的畏惧和退缩 始终不给瀟炎他们逃离的机会 至于一次又一次地穿梭积点虫洞 可积点虫洞 却无法准确地掌控前行的方向 所以吴卫号距离古神界 依旧十分遥远 这样下去 恐是无果 这已经是他们穿梭第三个基点冲动了 短暂的平静后 再度是无休无止地追击 天人府这种弃而不舍的精神 也是让众人感到无奈 虽然我们在原地打转 不过也尽可能地去拖延时间 不多时 女皇就能赶来 雷百则是回应道 对不起 我说是这种弃力量